1939年上海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 离彻底沦陷只差一步之遥 稍微有点头脑的生意人 要么脱关系远走香港 要么关了店铺回家 但是在这一年的冬天 威海未禄338号却新开了一个店铺 店名叫福生无限电公司 专门做修理收音机的生意 不过在那样的时局下 很少有顾客上门 老板和账房先生落得清闲 除了每天系上两笔糊涂账 就是待在楼上自家的屋里 倒是账房先生的老婆 每天进进出出忙得很 可是也没人说得清他在干什么 这些生意人真的是在做买卖吗 还是在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福生无限电公司开张数月后 城市的夜空连续出现了一些神秘的电波 这是一个查无登记的呼号 频繁出现在深夜 接获的电码全部为阿拉伯数字的无序排列 这对于日军住户的情报机关来说 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如果这个呼号属于敌人 那么他一定是个老练的对手 熟知隐藏的技巧 几乎无法锁定他最终的位置 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 但却最有可能的事实 那就是这部电台属于他们最危险的敌人 红色延暗 中间链同性在我们中国革命史上 是有做得很重要的贡献的 所以我们是把它比如是神经 某些是科学的千里眼神红尔 没有这个就等于没有党中央的指挥 所以很多领导同志 有些军区的 那时候不叫军区了 有些地区的领导同志 他说没有电台 我们想笼子哑子 有了电台我们听到中央的声音 我们尽管中央能了解 我们就掌握了方向 就能取得胜利了 毫无疑问 电台在红色政权的斗争史上 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自第一次反围剿战役 缴获国民党电台支持期 中共领导层在最短的时间里 开始着手建立一支 庞大的无线电通讯队伍 一旦这支队伍训练成熟 那将形成一股从未有过的可怕的战斗力 李白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地下情报人员 他就是电影 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男主角的原型 1937年 李白接到一个任务 恢复上海电台与党中央的通信工作 他与地下党员邱惠英假扮夫妻 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并在战斗生活中产生感情 结为真正的夫妻 直到1939年 李白接到了新的任务 在延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制造电台 就开始陈皮制造 因为那时候部队发展得很快 需要电台量也大 我们有个材料厂 材料厂就陈皮的生产 但是电子管理也造不了 以后特别的电子细件也造不了 所以这怎么办呢 这就是到外面去买 我们那时候呢 有的到香港去买 有的到国民党同志去买 周恩来 易建英 包括李克龙他们 都是一些领导干部了 因为他们在国民党里面 也是有身份嘛 有官嘛 外面都将军嘛 所以他们利用他们的身份 回延安的时候 就装上一个箱子 给我带回来一批 因为他不能自然 立刻这个条件 电台给我们造不出来 特别有电子管 部队发展对电台 以及报员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 对于敌战区秘密电台的守护者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了 李白的新任务 就是要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 学会自己制造电台 而他的老师 是从苏联秘密授训归来 代号木匠的图座潮 图座潮 中共党员 是党组织派到前苏联 学习军事情报技术的早期人员之一 学员号是2712 这是一张来自前苏联情报部门 比克瓦的学员证书 时间1927年 这张证书的主人是2712号学员沃罗达尔斯基国籍中国 在这个比克瓦训练营里头 学习了射击 战场指挥 格斗 汽车驾驶 密歇 这是一张来自前苏联列宁格勒 弗龙之军事通讯学校的学员证书 时间 1929年 这所学校是1924年建立的 但是直到50年以后的1974年 苏联的报纸上才首次出现这个学校 这张证书的主人同样是来自中国的学员 2712号 在这所学校里头 他们主要学的是无线电收发报 这属于报这类的工作 也学习了机物 指的是收发报机的制造维修 隐蔽等等 1939年的冬天结束 在这个时候 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的负责任 龚引斌 就对我父亲说 你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任务 当年你在中央苏区 有一个学生叫李白 他在上海做报务员 现在党需要把李白培养成一个 就是既懂得收发报的报务员 也懂得装配修理收发报机的机务人员 成为一个全能人才 于是我家和李白家 两家就合住在现在的上海 渭海路338号这个地方 叫福生无线电公司 幸福的生命的福生 无线电公司作为掩护 在这个地方 我父亲是老板兼师傅 李白是帐方先生兼学徒 这就是福生无线电公司背后的秘密 中国共产党秘密电台的隐藏地之一 事实上 在屠座朝与李白会合的同时 又有同志带着相同的任务到达上海 只不过他们彼此毫无联系 情报都是情报部门 情报部门锅会锅的 不需要啥的 一般讲的也不得 那么当然了 事实上它有问题 既然都在上海 上海你总是有那么单位吧 又在同一个单位里面 做同事的这个是有的 那么但是组织上的事情 不管会不会的 那不谈的 我们不谈的 他们也不好问我们的 他们问我们也不会这样 这是一张解放后 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的合影 如果在解放前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 全上金额都在万元以上 他们的身上负载着中共的高度机密 他就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 潘汉年 在他身后的这个年轻人 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刘仁寿 1939年 潘汉年与刘仁寿一起到达上海 他们在日后都将与李白 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他直接领导的吧 他直接领导 中间没有人 没有人啊 但是他只讲了 什么都不讲 那我就不好问了 那我 你是延安中央党校出来的 首先就有一条规矩 中央一条 我不好问 那个时候 刘仁寿 并不知道 就在几天前 潘汉年与日本住户领事 严谨英一 有过一次危险的接触 袁书是国际情报史上 罕见的五重情报人员 表面上 此人在汪伟政府担任要职 实际上 他与国民党重庆方面 日本人 以及共产国际都有联系 虚伪存真后 他的真实身份 是中共秘密情报员 1939年的一天夜里 在他的安排下 潘汉年以左派人士 胡岳明的身份 秘密会见了 日本住户领事 严谨英一 情报高手之间的较量 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与试探 但只要你稍一疏忽 对手就会发出致命的一击 日本人显然已经猜出 所谓的胡先生另有隐情 但他们仍然同意了 胡岳明的要求 为他提供某种程度上的 保护身份 正是因为这次会面 潘汉年才可以从容地周旋于上海滩 日为势力之间 而后来大批民主进步人士 也正是潘汉年借日本领事馆的渠道 从上海安全护送至香港 日本人绝不会愚蠢到 为自己的敌人提供诱护 他们的条件是 所谓的胡先生 要为他们提供感兴趣的情报 一个人是在香港电台 那是徐民成的报纸 一个人就是上海的 长篇的东西 分析国际国内 集市等等 大的东西 全面的东西 分析很深刻 具体的 具体的每一段都多的东西 潘汉年给日本人的情报 从表面看去 事关重大 可仔细分析 却发现毫无价值 直到若干年后 日本人才明白 他们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 在那次会面中 他们甚至还答应了 潘汉年的一个附加条件 允许他的一个人 进入严谨英一的公馆 担任报纸员 这个人就是刘仁寿 直到今天 这位老人对当年卧底 严谨公馆的很多事情 仍然保密 我们只能知道 他那时的公开身份 是专门负责接收潘汉年 传给严谨英一的 所谓情报 而潘汉年费尽周折 把他安排进严谨公馆 正是要利用敌人的电台 为党工作 一年后 刘仁寿接到撤离严谨公馆 自己搞电台的新任务 那时 他的妻子黄景和 则负责交通员的工作 秘密电台 随时都有被破获的危险 为此 电台守护者们 要想尽办法 避免暴露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 主人公要故意把电灯照黑 这绝非是故弄玄虚 我们的电灯功率是100瓦 有时候 一按下去 这个发行机就工作了 负货就加大了 这个灯泡就散了 你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 拿出来的电灯毛 有时候 就拿在那闪动 这个也容易造成 给电灯破获的机会 也容易知道 这就是秘密电台 为什么要挑选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发爆的原因 除此之外 伪装和隐蔽电台 也是一门特殊的技巧 这是一个看上去 并无异常的房间 秘密就藏在其中 这面贴着花纹壁纸的墙 暗藏着旋机 当暗门关上后 花纹壁纸重新对接 然后 在墙前放上一把椅子 一定要有通透的椅背 这样可以让搜查的敌人 一目了然地看见空墙 从而忽略对墙面的检查 电台的侦测与反侦测 是一场殊死的较量 也许有一天 你的对手会找上门来 1942年 潘汉年系统的秘密电台 遭到了特务的搜查 他想起来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机器 结果找得到就找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他没找到东西 没找到东西怎么办呢 他也厉害 他在弄到门口 等几天 他看你们的动静 要是有人搬东西这几天 搬东西或者有人搬家 那他就注意了 这是一次考验双方耐力的较量 也是一次赌博 特务在等待对手转移电台时 人赃俱获 而电台守护者们 在等待敌人的耐心 彻底崩溃的时刻 那么潘汉年系统就是后面有一个意见 后面有一个意见 后面有一个意见 等着人 那么等着若干天 一点事情都没有 一点事情 那么这就是1942年 我们这个躲过了这一关 那李白他那一台就不行了 他机器被人查去 人嘴这去 1942年9月的一天 李白的电台 被日伪特务破获 李白被俘以后 上海地下党当时 采取的一个紧急措施 就是叫我父亲迅速转移 因为我父亲和李白的接触非常多 行走前 我父亲对我母亲才说了实话 他说我马上就得走了 将来呢我会回来的 假如我要回不来的话 你千万记住 如果是共产党做了天下 你去找一个叫毛泽东的人 问一下 徒作朝在什么地方 说毛泽东会管你们 娘几个吃饭 穿衣的 但是假如共产党没做天下 你千万就不要再找我了 你带着孩子家人算了 所有与李白有联系的同志 在第一时间被迫撤离 同时 我党动用所有力量 开始积极营救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 真实在线了李白同志 在狱中坚强不屈的 共产党人气节 风云暗涌的情报站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意外总是发生在 看似平安无事的时刻 李白能否躲过这场劫难 他的伙伴们有没有危险 党组织的秘密电台系统 能够保全吗 1943年6月 在多方营救下 李白被保释出狱 此后他仍然从事地下工作 并划归由潘汉年系统领导 而那时 28岁的刘仁寿 已经是潘汉年系统 在上海的实际负责人 张若一走到这个摊子 就全部就是摩管了 发发中南电报就是摩管了 都不是摩管了 连电台连人连情报关系 通通摩管 这个电台放在他那里 放在他那里 要他是收藏好 这个我就当面给他讲了 他同意啊 1948年 随着战争的加剧 我党各情报系统的信息传输量越来越大 很多秘密电台的守护者 夜以继日地向中央发送情报 甚至超过了发送电报所允许的安全时间范围 这无形中为敌人的侦测提供了机会 1948年12月31日 刘仁寿忽然失去了与李白的联系 同时他也失去了与李白有联系的另一位同志 于守中的踪迹 当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警备司令部命令电话公司 监听两个电话号码 巧合的是 负责监听任务的 正是我党的秘密党员 警备司令部发工函 这个电话公司是美国人的 美国的去年 要他们监视某几个电话 包括与守中之间 那么这个工程师 这个不妙 他认得了 他就跑得去通知 先跑到潘茨康家里 就是李白家里了 他的阿姨不让他进去 他没有进去 他就跑到这个瑜家 哦 他进去了 进去的是什么 哦 里面人等到的了 等到问他什么事 那么他就讲他 他是因为他阿姨的事情 因为阿姨要换人了 怎么样的 他不是找瑜先生 是找瑜太太 这点很巧妙了 当天下午 有人通知柳人寿 有个朋友要见他 当他赴约时才发现 这个朋友正是已经失踪了48小时的 于守中 于守中的亲口讲述 揭示了过去两天两夜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948年12月30日凌晨 一伙特务突然闯进了李白的家 后面你给他一发 发一个信号出来 他这个无线电的持相机 就接收到你这个信号了 接着信号呢 知道你在这个什么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的 这个可近可远呢 最近在哪个点呢 他几部持相机 从不同就一交汇 三部持相机一交汇 就会吃到你这个点了 李白原本正在向延安 发送国民党绝密的江房计划 就在特务闯入之前 他已及时将电台隐藏 特务长时间的搜查 结果一无所获 可就在闯入者准备撤出时 意外发生了 他找到一个收音机 他找到一个收音机 他那是已经下半夜了 下半夜两三点钟了 就问了你 你怎么一回事 他能够失眠呢 这个收音机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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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广播 他画两个耳光 你现在几点钟了你 下半夜了 灯泡还是热的啊 那怎么行 那两个耳光也拿我们这个事情就包了 就翻箱到家里来 发报就算是 李白的被捕发生在凌晨 天刚亮 鱼手中被请到了警备司令部 他并不知道 这将是他与李白的永别 连他自己的生死也只在一线之间 老李已经做起来了 做起来的是没有口供 口供他也不承认什么东西 要扩大地步啊 找线索啊 那么一时候呢 就找到老鱼啊 找他老李出来对阵嘛 找他出来对阵嘛 已经不良于行啦 收了一夜的行嘛 他这个事情就不大好走路了 两个人扶到时候走路了 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讲了 这个郁先生这个事情要你做主了 他说那么一句话 老郁们他也没有理他了 哎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去搞共产党呢 看我们又不是的 我没有工作 没有执念 没有执念于是乎少十年 结果就人家介绍了 这个从香港的电台 这样就 那么谁介绍呢 有姓李的 我们单位姓李的人很多 就哪个姓李的 那么他就是做会计的 会计是假的 姓李是神的 我当时是化名姓李 对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 你必须掩藏起所有的情感 冷漠面对你生死相托的战友 敌人在鱼手中与李白对峙的两个小时里 并没有发现疑点 最后他们要求鱼手中 在十几双眼睛的监视下 立下保守秘密的字句 他就是做争吵的 你在那个地方 你如果表情 一有人看出来 你就走不出来 只要有一个人看出来了 你手抖一下就不行 这个人如果是正经的 然后看上去就没有问题 他不正经 不正经当然是 不让他出来 那么于是乎他这一关 过去了 过去的话人家就让他出 所以他赶快回去 把家里收拾一下 一些六字胡椰的 当天来了一个哨家 南京来的 哎 怎么 我跟鱼手中放走了 再去找 找 没人来 刘仁寿在第一时间 紧急启动备用电台 通报了党中央 李白被捕 鱼手中暴露 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 潘汉年连发三封加急电报 指示刘仁寿火速撤离上海 48小时之后 刘仁寿在组织的接应下 离开妻子和母亲 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